上回咱们说到老和尚要教年庚瑶吹修 这叫什么呀 这叫阴才师教 阴才师教好说可不好办 你知道学生有这天分 你得发现了他 而且你的师父还有这本事 你得教他 才能把一位天才培养出来 年庚瑶啊 我先给你讲讲这支修 想当年皇帝造月 皇帝让他的大臣灵伦 到泄西之野取竹子 取来竹子之后编好了 编得跟凤凰翅膀一样 长短步骑都是竹馆 你瞧 现在咱捧的这声 两边都是竹馆子编的 吹出来好听啊 就好像跟凤凰叫的声音一样 跃耳动听 后来呢 取下一支管子来 用这管子吹呢 声音也非常协和 就管这支管子叫修 你看就是我手里头拿的这支九节修 年庚瑶听进去了 其实年庚瑶非常聪明 吹销三天就会了 从打这天起 人俩就吹销 吹的真好听 等年庚瑶学会了 老和尚看出来了 他要烦 不能让他烦 马上改 改他吹什么 吹管子 等过了几天 年庚瑶学会了 老和尚又改了 教给他吹笛 然后教给他捧声 又教给他打糖骨 教他打脑脖 教他打茶 一样一样的乐器 年庚瑶学的真快都会了 这回这书房可热闹了 年庚瑶读书 怎么读啊 俩手指头 处着自个儿到耳头 晃着脑袋读子 读不下去 年庚瑶跟老师这热闹啊 而且年庚瑶心心 不在内宅睡了 搬到书房来 跟老师住一块 爷俩昼夜不离 年大人还高兴呢 看起来这位大师傅是真高啊 大人也想明白明白 年庚啊 大少爷都不在内宅睡了 搬到书房 跟师傅一块睡下了 老高生是高人呐 高 真高 比老高都高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奴才说话 您可别不爱听 老大人 哎 我跟您这么说 将来您要跟老夫人死了 咱们家甭请和声念经 咱们家就够一盆经 连房宴口都够了 你这叫什么话 您听听去 年圣陪的老员外来到书房外头 在院上门这没进去就听见了 好家伙 这爷俩呀 打上刀搏了 一边打 闹拨 一边敲鼓 还吹着乐器 袁卫爷 您听热闹不热闹 是不是放咽口呢 哎呀 我让他教我儿子读书 他怎么教我儿子放咽口啊 谁说不是呢 哎 哎 刚才我可跟您说了 明儿您死了 甭请和声 胡说 这不是把我儿子学业耽误了吗 我也这么想啊 可是我不敢说呀 那他这些锣鼓刹都从哪来的 原位您问我 我问谁去 您跟大师傅说好了 只要大师傅写条 您就让我给买 奴才不敢违背 是一样一样 我给买来的 嘿 您大人呲牙咧嘴啊 怒气冲天 老和尚你耽误了我的儿子呀 腾腾腾 老大人气冲通往这书房走 您省心说 和尚这回你热闹大了 您老想在我们家念经念长了 办不到 我们家老大人有钱 不能老花这一万钱 没想到这位老爷子往里走了两步站住了 想了想 往回一转身 您溜溜往回走 您省心说我们这老爷子怎么了 虎头说外啊 大人 您怎么就往回走啊 就让这老和尚在蒙咱们 您省啊 老师傅跟我三件事相约 我已然答应 只要写条子出来 你就给买供应无缺 别的 你甭问也别管 嘿 您省心说这和尚吃 你得心里痛快 那老大要吃 你得心里更痛快了 明儿姑子来吃你 嘿 你能撂瓣 高兴啊 什么好变化 您省也不能问了 嘿 不只是乐器 年耕尧都学了 这个老和尚教给年耕尧 养花养鸟 客戳的调印泥 各种赌博 年耕尧是真机灵 全会了 最后 老和尚又开出一条的 让年上去买去 多大的尺寸 什么样的大枪 年耕尧 在这等着 年西洋呢 是好好读书 大枪买来了 年耕尧跟老师 依然分不开了 老和尚 接过这条大枪 在院中 噗噗噗 一缕大枪 枪杆颤了 枪筋就圆了 走开行门 迈开不眼一练 那条大枪 这条大枪 在老和尚手里 撒了花了 年耕尧眼都直了 老人家收住招数 把枪往院子里一立 卖不进屋了 年耕尧跟着进来了 师父 您会武艺 哈哈哈哈 弥陀佛 威师不会武 而是精通武艺 精通文学 文武两课都好啊 可惜啊 没有一个传人呢 我想把我这身能力 传给他 将来使他 举万人之胜 让他 文能提笔 安天下 武能提刀 定太平 成为国家的干城之将 动梁之才 师父 弟子愿做您的得意门商 您把文武两课 交给弟子吧 耿尧啊 威师虽有此心 我得跟你说实话 你这孩子聪明影物 超人的天赋 这是为师喜欢的 可是 你的缺点是爱而不专 这东西你喜欢 学会的时间一长 你不愿意望身研究他的奥秘 往旁边一扔 你只能观其大略 这可不能成大事啊 充其量 只能落个多学少成 你们家世代书乡 你父亲官居一品 应当有个 克少祈求的主 你的兄弟 每年稀有众人之资 不能成其大事 虽不高 也跌不重 可你啊 确实是一块 很好的材料 正如你父亲说的 玉不灼 不成气 空是一块美玉 要不把它灼出来 成为一剑真丸 它不能成为美气 好了 你要让维师 像教升管迪销那样 教你大枪 威师是绝对不教 老先生什么意思 老先生说了 你们家 望下船 应该有个 克少祈求的主 说的就是你年庚瑶 这棋 是打铁的家伙 你要是打铁 你得有个好徒弟 你呢 不光打铁 你得学会了会做博去 梁公之子 必会做球 也就会做皮奥啊 您光做一个大铁 那不行 得能做活里活面的皮奥 老和尚对待年庚瑶说 你要成为你们家克少祈求的主 您更要明白 师父 您再给我讲讲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教会你骑射 大不了你是张飞赵云之辈 你能成为诸葛 成相吗 你要打算跟威师我学能 你必须 学出诸葛亮的本事 你不能光学血战长板婆的赵子龙 你也不能学张牙舞爪的张飞 唯相可以 唯将不成 因为你家世代书香 你父亲官居一品 你就应该成为文武全才 唯相之才 来继承你父亲的事业 师父 我愿意学 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师父 时间再长 只要您教我 我就愿意学 好 口腰硬心 正是拜师 您更要 请老师写好了五圣人的牌位 又给老师磕了头 更要 咱们五圣人的老师 你知道吗 我不太清楚 我告诉你 五圣人的老师 正是前七国 孙庞道志 后七国 越狱伐旗的 无极真人 孙斌 他是鬼谷子的徒弟 鬼谷子可是战国的大军事家呀 孙斌就是咱们的祖师爷呀 我明白了 好吧 从今天开始 咱们单日习文 双日习武 单日习文 是年更摇 年西摇 哥俩 双日习武 就是年更摇一人 这样 每天二五经的功夫就搁上了 光金四间日月穿梭 十年 年更摇十八九了 大高个 小伙子 浑身是劲 一身的好武艺 一肚子好学问 满腹精伦 年西摇也读出来了 这天 师父跟年更摇 一块吃饭 吃完了饭 应该练功了 老和尚没站起来 更摇啊 今儿咱不练了 怎么了 师父 把你父亲请来 我有两句话说 年更摇 规规矩矩 到了前厅 面见父亲 年大人一看 我这儿子呀 跟从前是判若两人 二老 有事吗 师父请您去 有话跟您说 老大人明白 这位高僧 教我的儿子 是游血隐正 殷势力道 真把我儿子调教出来了 那老大人感激的是 无以名状来到书房 攻身一礼 高僧啊 犬子说您呼唤下官 不知道老先生 您有什么吩咐 真尊敬老先生 原位 当年我曾经跟您提过 焦令郎以十年为限 日月如流 已经十年了 令郎刻苦用功 没耽误着十年的岁月 功夫和学问都出来了 老原外 我可该走了 老原外还没说话呢 您更要扑通一下就跪下了 眼泪出来了 师父 难道说弟子有漫代 师尊之处吗 您老人家为什么要走 孩儿啊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我必须得走 江南我还有事儿呢 这个你求也没用 来的时候跟你父亲讲好了 啊 再说我教你也没得教了 你起来 年大人 耕摇西摇都出自老僧之手 西摇只是一般的才华 耕摇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 我以文武两刻之意 传授于他 我是倾囊而赠 高僧 我先谢谢您 您一定要走 我知道您是个出家之人 身如咸云也鹤 我留也留不住您 明天我给您进行 第二天 老园外准备了一桌 风风盛盛的素席 请高僧吃饭 有四个作陪 园外爷 老管家 年耕摇 年西摇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了 老大人 一功倒地 高僧 蒙年的春风话语 将来能使如此成才 不但 身受者敢得乌鸦 就是老父也成恩不欠 弥陀佛 大人过奖 令郎才华出众 也是您二老夫妻之荣 年门的得后 贫僧 何功之友啊 但愿他将来 除凤生与老凤生 历朝 刚正不阿 做一个清廉之官 你也高兴 贫僧 也高兴 高僧 您说得太对了 年耕摇跪倒在师父面前 师父 你一定要走吗 你我师父 远近于此 我到江南 要办些事情 师父 十年 师父与弟子 耳鬓 思摸把文武两颗记忆 相传弟子 尚不知恩师 尚性高明 十年来老实不言 弟子不敢动问 临别再寄 您还不把您的名字 告诉我们一家人吗 更要你起来 我告诉你 为师我俗姓 姓故 名起自肯唐 人称东山先生 出家的名字 我叫宝如和尚 我自个儿起的名字 叫赖头僧 不瞒你们父子说呀 我也是十年寒窗苦 铁验磨川 但是 我进考场 连考了三次 都没能入了学 这就是不愿文章高天下 但愿文章众士官 人家考试的官员 看不中咱的文章 这叫文道福不至 所以我诗意灰心 出家为僧 我不考了 云游四海 我到处为家 走到江南 巧遇江湖武林 两位出家的先长 他们是江西省贵西县 卧虎山上 御顶御皇冠的两位冠主 一位是谭笑 清居吴姬子上道明 一位是爱连居士 太义剑客何道远 哥俩爱我的文学 我喜欢他们哥俩的武学 我打算拜他们二位为师 两位先长不干 受我作为师弟 为师把文学相赠 他二人把武艺相传 我们之间取之长不之短 几年之后 我离开了江西 闯荡江湖至今几十年了 落出这个号来 叫保如和尚 贫僧我这回北京就地重游 我宰一个茶馆喝茶 听了一些闲话 这些话呢 也就不便对你父子说了 不 年大人抱权兵首 高僧啊 骄子十年 您是耕尧的恩师 有什么话 你一定要讲出来 让我们父子也明白明白 好吧 这时候年刚要才站起来 老和尚才把自己 为什么上年府应聘的事 说了一遍 老和尚回北京了 在东单口外头 一个茶馆那喝茶 那茶馆里喝茶的 高堂阔伦呢 北京人到茶馆 喝上两碗茶就开聊 先说地后说天 说完大塔说旗干 海子城门骆驼像 什么大说什么 老和尚听 有人说 嘿 听说了没有 口里头 嘿 这年大人呢 可以说他们家德性高差的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闲谈莫论人非 你说这干什么 说这干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家那位大少爷 把两位先生都赶跑了 一位先生 用心的给遮跑了 一位愣给滚到毛房里了 滚了死蛋了 人家先生要告年大人 幸亏年大人说好的 不然的话 那官司就打上了 真的 那还有错 真没想到 年大人清官一辈子 养活这么一个 桀骜不信的儿子 怎么能成才 别说别说 你看来了 喝茶的 全都往窗口外这瞧 老和尚也瞧啊 就有打东丹三条里头 走出来了 谁呀 年哥谣啊 老和尚一瞧 这就是年大人的儿子 桀骜不信的这位 这小伙子好身板啊 老和尚瞧着呢 这二位又聊上了 看见没有 这小鸟又没龙头了 满街跑 谁敢上他们家 当西宾去 宝如和尚 仔细观察年庚谣 心说 教他的老师没能力 这是一批千里矩呀 可惜呀可惜 老和尚要一想 我闲着也是闲着呀 我要把这些功夫 放在他的身上 要把他调教出来 他可是动良之才呀 所以老和尚才到 年庚谣家里应聘 现在大人一问 老和尚就把这事一说 年大人 我跟您见面之好 您富能容物啊 荣留贫僧在这待十年 性不辱命 我把令郎给成全了 庚谣啊 我走之后 你当然要科举 这个为师不拦你 不过我得告诉你几句话 牢记在心 年庚谣又跪下了 师父临别证言啊 眼泪在眼睛里转 恩师有欲 请告结弟子 孩儿啊 你听我说 老和尚十分严肃 老和尚要祝福 年庚谣什么话 下回再说 很快 闭嘴 уют 只能说 优优独播 脚 �ien 雀 优独播 身 老足 老 娃 老 profits 老 娃